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胡仁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奇幻的赛季 他们以一波五连败开局 战绩一度垫底联盟 并且在交易截止日的时候 胡仁的排名还只是在西部第13的位置 可如今 胡仁已经闯入了西部决赛 他们的对手是常规赛战绩高居西部第一的绝金 除此之外 西部的其他球队全部都被淘汰出局了 胡仁这个赛季的故事已经足以让人动容 而他们依旧处于竞争的行列当中 他们现在成了争夺总冠军的热门球队 胡仁的表现给球迷很大的想象空间 进入西部决赛之后 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 胡仁已经提前飞往了丹佛 对于高原客场 用詹姆斯的话说就是 这种反应是真实存在的 一来到这里 你会很容易感觉到疲惫 不过 提前适应了环境的胡仁 他们逐渐适应 并且他们也已经在绝筋的主场展开了备战训练 另外 在西决首战开打之前 胡仁官方更新了球队的伤病报告 胡仁官方对外宣布 农眉依旧因为右脚应力性伤病 他的出战情况为大概率出战 也就是说 卢尼在西部半决赛击打到了农眉脑袋 一度造成农眉出现头晕的情况 现在对农眉已经完全没有困扰了 很显然 面对绝筋这种以约基其为绝对核心舰队的球队 农眉的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要 而打到这个阶段 农眉的身体可以说是非常健康 尽管他一直因为右脚应力性伤病出现在胡仁的伤病报告当中 不过大家都清楚 这个伤病不会影响农眉的出战 除了农眉之外 詹姆斯的健康情况目前也非常良好 在西部半决赛第五战 詹姆斯再一次突破上篮之后 他落地左脚踩到了从底线回防到内线的卢尼脚上 落地之后詹姆斯有点亮呛 左脚不敢发力 这个镜头一度让胡仁球迷非常担心 好消息是 詹姆斯的左脚踝目前同样非常健康 在胡仁给出的伤病报告当中 詹姆斯的出战情况为大概率出战 并且胡仁给出的原因是右脚踝 这是胡仁对于詹姆斯惯用的策略 只要左脚踝没事 詹姆斯就是非常健康的状态 可以说 詹姆斯也算是逃过一劫 当时勇士大比分1-3陷入绝境 系列赛第五战勇士的各种招数都来了 胡仁的两名核心詹姆斯和农眉都出现了一定的伤病隐患 好在胡仁幸运躲过了危机 并且在主场终结了系列赛 不过 到了西部决赛 胡仁将要面临更大的危机 对阵绝今 这组系列赛在很多人看来 会是一组更加纯粹的篮球层面的较量 两支球队都有属于自己的强点 约吉奇更是季后赛截至目前的联盟最强球员 而浓眉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约吉奇 后者不仅个人进攻效率非常夸张 同时他的球伤也极高 串联球队能力出众 约吉奇不仅能在低位给你造成杀伤 他还可以在顶湖出手投篮 包夹的话他出球能力也是顶级的 胡仁如何防守约吉奇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哈姆也略微透露了一些策略 哈姆表示 胡仁的教练组已经研究了绝今的打法战术 他们有很多能够对抗消耗约吉奇的球员 胡仁会率先让浓眉去对位约吉奇 但是这不是固定的对位 胡仁会用各种方法去消耗约吉奇 除此之外 哈姆还打趣表示 他们会在约吉奇家门口堵他 然后把他绑起来 不得不说 哈姆确实在这两轮系列赛赢得了胡仁球迷的信任 随着哈姆一次次在系列赛中 用针对性十足的调整拆解了对手 帮助胡仁站在了有力的位置 如今胡仁杀进了西部决赛 哈姆在胡仁球迷心目中的印象 也提升了一大截 必须要承认的是 胡仁赢来了一个夺冠的绝佳机会 他们先后战胜了西部第二的灰熊和未免冠军勇士 胡仁的晋级之路是最为艰难的 比起东部的热火和绿军 西部的胡仁和绝金被认为 更有可能拿下总冠军奖杯 西部决赛也被认为是总决赛级别的 因为不管是热火还是绿军 他们的表现都远不如胡仁和绝金稳定 胡仁只要能够咬牙战胜绝金 他们就被认为会在总决赛 占据优势如此宝贵的机会 相信詹姆斯和农梅都不想错过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人欢喜有人愁 在被胡仁淘汰后 勇士作为未免冠军 他们的赛季也算是正式结束了 他们的阵容确实有着巨大的缺陷 能够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就像追梦格林所说 他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 必须要承认的是 本赛季的勇士 他们并不是一支实力足以赢得总冠军的球队 而到了休赛期 勇士的动荡也已经开始了 大部分人都一直认为 勇士会迎来一个动乱的休赛期 当库明家明确表态 如果在勇士得不到足够的出场时间 他希望自己能离开 普尔和格林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的情况下 勇士肯定会面临一些人员的出入 不过 在球队阵容迎来改变之前 勇士的管理层看起来会率先迎来改变 他们的总经理鲍博曼尔斯 很可能会成为首个离开勇士的核心成员 根据NBA记者斯坦因的报道 消息人士坚称 库里 克莱 格林这组勇士的铁三角 至少下赛季都还会留在勇士的阵中 这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总经理麦尔斯 很可能会选择离开 消息人士表示 麦尔斯是目前最有可能离开勇士的人 一旦他选择离开 他不会立刻加入其他球队的管理层 麦尔斯会选择至少休息一个赛季 很显然 这些年 麦尔斯感觉有些累了 根据NBA记者谢尔本的报道 麦尔斯的合同将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前到期 而他也已经明确告诉了勇士老板拉科布 自己想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未来 此前 拉科布已经给麦尔斯提供了多份不同形式的高薪需约合同 为了留下麦尔斯 勇士愿意让他成为全联盟收入最高的总经理之一 甚至勇士还为麦尔斯提供了暂时休假的选项 然而 麦尔斯自始至终都还没有接受勇士这一连串的丰厚报价 比起留下继续掌控勇士管理层 麦尔斯更希望能够远离篮球 休息一段时间 他和勇士的谈判已经完全被搁置了 说实话 麦尔斯感觉累了 想要离开休息 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这些年 作为一手建立起勇士王朝的总经理 麦尔斯在工作和社交方面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工作方面很容易理解 勇士已经连续很多个赛季薪资超过奢侈税起征限了 他们的薪资状况甚至可以用瘫痪来形容 这样的薪资结构 无论是谁来运作都会非常头疼 而在社交媒体方面 麦尔斯同样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由于勇士这些年整体成绩一般 除了过去这个赛季回光反照拿到总冠军之外 其余几个赛季 勇士的赛季都是早早就结束了 在选秀方面 作为眼光非常独到的球队经理 由于勇士的成功 麦尔斯的工作开始被其他人插手 比如在选秀方面 当麦尔斯在怀斯曼和拉梅洛鲍尔之间纠结的时候 是勇士老板拍板怀斯曼 随后的库明加和穆迪也并非麦尔斯个人的意见 除此之外 勇士阵容的混乱也加大了麦尔斯工作的难度 一方面格林 克莱都希望得到更高薪水的续约合同 另一方面 由于格林拳击普尔事件被曝光 麦尔斯不得不成为那个擦屁股的人 为了安抚普尔 麦尔斯只能不情愿地提前给他开出4年1.4亿美元的顶星合同 要知道即便是本赛季结束普尔成为自由球员 根据规则 他在市场上能够得到的最大合同 也不过是4年1.4亿美元罢了 同时勇士还可以用鸟拳匹配任何球队给普尔开出的报价 但由于格林那一拳 勇士不得不提前承担了风险 这些年下来 麦尔斯确实感觉到累了 根据NBA记者WOJ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勇士内部的老将和新人们存在着信任关系 他们内部出现了不同派系 而麦尔斯又是一名非常注重团队的总经理 他很讨厌看到对内的这种情况 送走怀斯曼 普尔的续约 这些运作最终在外界看来 都是麦尔斯的错误 必须要承认的是 勇士现在留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除了库里等些许合同还算是比较值之外 勇士阵容当中有好几个议价合同难以处理 勇士阵容当中有好几个议价合同